为了协助贫困家庭有心向学的孩子 慈激基金会每年都会提供新亚奖学金 今天上午在彰化晋思堂也举办了颁奖典礼 300多位学生获奖 今年度的新亚奖学金今天正式展开 中部部分在台中晋思堂、彰化晋思堂、清水晋思堂 和南投联络处同步举行 下周六在枫园晋思堂和苗栗联络处展开 至于台北、金门、台东和花莲 将在10月底到11月之间进行颁奖典礼 全台的受奖人数超过5800人 这些孩子尽管家庭的经济状况不是很优渥 但是仍然用心学业孝顺父母 其中就读明道大学夜间部的谢家和 单亲家庭、妈妈罹患糖尿病和高血压 弟弟也有糖尿病 白天必须上班、晚上上课 还要负起照顾家人的责任 但是谢家和无私付出让人感动 因此获得孝涕奖的荣誉表扬 新衙奖学金颁奖典礼 这位荣获孝涕奖的 就是就读明道大学四年级的谢家和同学 她来自单亲家庭 成长的过程从来没有因为家庭困境而放弃自己 反而更坚强面对 从小就觉得妈妈很辛苦 所以觉得我长大一定要帮妈妈 她才不会那么辛苦 谢家和和妈妈、姐姐弟弟住在这个老旧的房子里 妈妈患有糖尿病、高血压和忧郁症 身体不好 姐姐又有精神障碍 弟弟也遗传糖尿病 全家人的压力全压在谢家和一个人身上 司机志工前来关怀访试 协助他们修缮房子 重新铺上新的屋顶 房间也重新整理干净 还搬来新的衣橱 谢家和白天打工 晚上还要上课 回到家还要照顾家人 但他从来不抱怨 让志工很感动 还要上学之外 还要打工 回到家里 都要协助家里 做一些事情 像弟弟看病 还是姐姐要住院 都是他在在的 谢家和说 未来他希望能够有一份稳定的工作 好好照顾家人 以后他也会加入志工 协助和他一样的孩子 把这份爱延续下去 大爱新闻 江丽君李月为 张华报道